来到了一个家具店 这个真的是非常奢华的 世华洛士奇水晶的灯 那这个灯到底是干嘛的呢 其实它也是我们的一个道具之一 那这个灯呢 也确实是我们区特别定制的 而且这个材料真的是都用得非常好 它的价格呢 我这么说吧 一个灯的价格呢 可以顶我们的编导好几个月的工资哦 这么昂贵的水晶灯 将会出现在善文杰的现场表演中 最近这段时间 善文杰的造型气质开始走国际化路线 为了出席本届盛典 他特意定制了一条价值不菲的长裙 与导演反复讨论之后 确定了这次的表演方案 连表演道具都配以如此高规格的配置 可见善文杰此次表演的高标准 观众们看完可以为他打个分哦 爱吧也会有灵在等着我 一起回家 一直在那里 好了 现在呢 我又发现一些时钟的道具 那这些钟上面的刻度呢 都是停住的 也表达了很多这个凝固的时间 那这个道具到底会是谁的呢 看了这满场的道具时钟 都是为了美女组合TWINS准备的 TWINS的歌曲 绝对算得上是青春记忆的代表 TWINS出道13年间 已经发行了18张唱片 他们一同经历低谷 依然还是受到许多人的追捧与喜爱 毕竟TWINS留下的不只是傲人的唱片销售数量 他们的歌曲更有一代人 无法磨灭的集体回忆 以及民族珍贵的情怀 即使有天开过障 谁有要唱 他不可到现场 仍然风刺 把握一场 不理爱教我怎样唱 几多梦歌琴 我唱 还是勉强 台前与何不良 难他吸着我 在耳边 低声温柔地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